大家好 欢迎来到GC闻频道 我是美玲 近日 路透社报导称 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对总行员工 持续至少10%的减薪措施 有位在银行工作了10年的正式员工透露 最近他们的工资遭到了显著扣减 这个月的工资只有5900块钱 他抱怨说 恒大集团之前有一笔贷款 是他们银行放的 恒大集团报了以后 银行亏损了 就在他们所有员工的工资里扣钱 网友介绍说 作为银行的员工 早上8点就到银行 晚上加班要到7、8点钟 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但是却没有加班费 据悉 已经有一些同事选择离职了 而且 今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 体制内单位发不出工资的情况 甚至有些单位半年都未能发放工资 切金和降薪的现象随处可见 这个时代铁饭碗早已经不再牢固 大家口袋里都变得空空如也 据澎湃新闻报道 5月中旬 中国某银行客户经理赵佳 已经在银行工作了12年了 他领到当业工资 扣除基本保险以后 实际到手的不到1000块人民币 而就在上个月他的工资还有2000多块钱 而之前他的月薪通常在1万元以上 过去习惯乘坐计程车的赵佳 如今不得不选择乘坐公车出行 最明显的变化是每个月绩效奖励 赵佳主要是负责存款和零售业务 但今年这些业务都大幅下降 导致他的月薪降低了超过9成 这使得从田相对宽裕的生活 如今变得捉襟见肘 建行深圳分行一位员工 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 深圳 珠海 东莞等广东各地分行 都去年减薪了20% 部分员工福利也被取消了 我一个在银行上班的兄弟告诉我 现在他们的平均工资 一个月连一千都不到了 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去了 说现在都想出去送外卖 跑滴滴了 如今有90%的银行继承员工 都在遭遇降薪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有7家上市银行 竟然还出现了反向讨薪的情况 直接向员工讨要薪水 我要介绍说 过去一些人依靠人脉关系 就能轻松在银行拉来几千万的存款 享受舒适的职业生活 然而呢 现在拉存款的收入 几乎接近于零 而且贷款业务的任务量 聚增了10倍以上 如果不能完成任务 工资就会被扣除 近年以来 变相降薪在中国商业银行 已经成为常态 自7年以来 平安民生等股份制银行 都已经开始降薪 按照国有银行传统的做法 总行要求的最低降薪10% 传导到基层员工时 可能会导致30% 甚至更高的降薪 在一些基层分支行 特别是县与支行 普通员工年收入 仅约5万元 从今年开始 由于各种奖励被取消 如果再按照10%的降幅 实际收入可能降至4万元左右 约收入仅3000出头 在大城市连租房都不够 另外 从今年2月份开始 有些银行取消季度奖金预发 季度奖金改为效益导向 以任务完成率为依据 然而 由于任务难度大 竞争激烈 许多员工根本就无法完成任务 导致一季度 季度奖金仅为2000多块钱 更有些员工 因为奖金不足以偿还预发金额 还需要倒扣回去 招生银行和普发银行 还出现了追讨过往多发薪水的情况 其中 招生银行一年内追讨了上千万元 消息人士指出 大部分建行分行的减薪幅度 比总行更大 但是 一些业绩较好的业务部门 减薪幅度则控制在个位数 事实上 许多分支行基层员工工资 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减薪空间有限 那么为什么银行会降薪呢 无非就是没钱了 银行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利差 比如你拿钱去银行存 银行给你3%的利息 然后把你的钱借出去给别人 银行收5%的利息 在经济繁荣的时候 能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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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银行只有把钱借出去 才能赚到钱 如今的情况是 消费力不足 企业产能过剩 企业不愿意借钱 居民的情况也是一样 就造成了大量的钱在银行里放着 根本没有把钱放出去 银行撞到了息差 没有来利润 银行面临着压力 因为他们需要应对政策要求 为房地产业务提供资金支持 尽管知道这种风险很大 高杠杆环境下的小幅不良资产 就可能导致巨大的资金损失 目前 房地产企业主要任务是 保证项目的交楼 但资金紧张 使得有些人无法维持贷款还款 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银行即使拿下房产 也面临着可能无法顺利出售 或者低下出售的问题 竟然无法弥补亏损 资金人士还告诉路透 一些银行高管解极幅度甚至是更大 某国有大型银行南方网点负责人王斌 他表示 网点筹薪总额 由上级管理机构根据网点业绩分配 在经济环境下行 客户经理无法完成考核指标的情况之下 网点业绩下降 导致可分配薪酬总额减少 王斌透露 网点客户经理年薪下降了4到5万元 在降薪大潮冲击之下 不少人消极代工 要知道中层管理者 在无法有效管理之下 业绩差也难以提升 最后只能是选择消极应对 没有人愿意担任网点主任和客户经理 客户服务质量下降 优质客户流失 剩下的客户投诉和谩骂不断增加 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下变得麻木 进一步选择消极应对 形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据悉 近年以来 离职的主要是年轻员工 由银行的工作压力大 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一些通过校召入职的员工 在网点工作2到3个月后 便选择了离开 而那些选择留在银行的 通常是有家庭负担的中年人 他们更倾向于 选择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养家糊口 预计2024年实际年薪将下降50%以上 在当前的银行业形势下 年轻员工如果有其他选择 往往会选择离职 降薪可能只是开始 随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离职率升高 年轻人才难以留住或招来 留下老员工不得不承担更多的工作 最终导致业绩进一步恶化 另外 三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 中国政界行业龙头企业中金公司 正在大幅削减基本工资 以应对成本压力 这次调整当中 许多交易员的基本工资 被削减了25% 凸显出中国经济放缓 和中港股市IPO暴跌 对金融业带来的严禁挑战 上个周五 一些受影响的交易员 已经收到减薪的通知 减薪将立即生效 这次减薪亦将影响2000多名员工 这是继去年4月中金公司削减多达40%的奖金以后 再次出台的减薪政策 在通常情况下 投资银行家会根据业绩表现获得额外的奖金 但大幅削减基本工资的情况却并不多见 去年6月 有消息称中信证券一条降级投行部门的薪酬 基本工资削减了15% 部分员工甚至被砍薪20% 根据伦吞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 与去年同期相比 2024年第一季度 中国企业通过手资公开募股 募集的资金大幅下降了80% 仅为29亿美元 这种情况导致金融机构 不得不采取措施控制成本 在中共当局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之下 过去几年 中国金融业开始削减工资和奖金 甚至要求员工上班时 避免穿戴昂贵的服饰 欠上精英们 一直是中国金融业薪酬最高的一群人 但是随着经济放缓 他们的高薪和高消费 多次在社交媒体上遭到批评 近日有消息称 上海中国平安银行也面临着困境 据悉上海信用卡研发中心 和消费金融研发等部门 已经迁回了深圳 抢回迁士裁员的方式 逼迫员工离职 据网传消息 上海几千名员工将全部撤离 一个不留 预计在7月22日完成合同变更 8月上海办公场所将被清空 此外有消息称 平安银行的9万亿资产 大部分与房地产相关 存在大量假账坏账的问题 除了降薪和财源 平安银行现在连公司的整体运营 都难以维持 南华早报还得到消息 中国计划对金融行业 设定年薪上限措施 将适用于所有的国有金融机构 这项措施将追溯适用 因为这过去几年收入 超过300万元人民币的高管 可能需要将多余的部分退回给公司 消息人士透露 这一举措是为想习近平主席的 共同富裕倡议而推出的一部分 措施适用于国家支持的经济公司 共同基金公司和银行 但是不包括私人投资者支持的金融机构 消息人士还补充称 此举并不打算公开 报道还指出 作为中国共产党反腐行动的一部分 金融业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监控 今年以来 有30多名业内官员被调查 显示对行业内部清洁和透明的强烈追求 近年来 金融圈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 薪酬献心和降薪成为了主旋利 博指生小艾透露 他前老板不得不停掉孩子赛廷克和高尔夫克 减少开支 此外 许多基金经理也在缩减日常开销 甚至有些面临还不起房贷的困境 金融行业的降薪 不仅让行业优胜劣汰 也让许多优秀基金经理和投行人才选择离开 一些基金经理转向私募 而培养一个基金经理成本高昂 他们的离开对行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此外 基层员工和新入职的年轻人 也薪酬问题大批离职 行业新鲜血液流失严重 据悉 很多理工背景的金融人回归老本行 投身生化 机械 半导体 计算机和医疗等领域 文科出生的金融人则转行成为财经博主 甚至开始带货 对于中国经济的现状 民生证券副总裁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管兴友 近日在社媒发帖警告 中国基层财政激进崩溃 随后 一份预思来自中国体制内部的统计表格 在网络上曝光 显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 实际缴存住房工具金人数超过了4800万人 网友评论称 体制内正式员工几乎全部缴纳社保 因此工具金缴存人数 可以视为有编制人员的数量参照 此外 网友们也对中国体制内庞大党务系统提出了批评 认为其依赖于国家财政 实际上是在消耗广大民众的财富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订阅 点赞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